每逢大雨来袭 地势较低的温昌里就会开始淹水 立章表示虽然有设置排水系统 但是湘涵设置有缩减 遇上大雨往往会排水不及 产生倒灌淹水 严重影响交通和里民生活 今年我觉得是逢雨必淹 不知道是因为气候 极端气候的问题还是怎样 反正我们这边 就是今年已经淹了三四次了 为什么会淹呢 因为我们这边是从凤山曹公郡的水 直接排到我们这边算下游 然后经过高速公路那边有一个 江海缩减 所以说我们这边原本有大概 五米宽的排水口 但是到了那里就缩减一半了 所以可能这个原因来造成那个水宣泄不及 虽然政府会发出淹水警报 但是里长说每次闻昌里都不在通知范围 大雨一来里长就会赶快查看 湘涵的水位有没有上升 再用广播通知里民 因为本里的排水口 水位已经要抹 请大家注意 可能的淹水 他也担心若是再有台风来 恐怕会对里面的疫苗施打进度造成影响 当然你要是下雨天民众出门的意愿当然会降低 尤其这几天又要台风天了 一定会更有影响 因为那是风跟雨 所以说你说施打意愿的话 一定会有稍微也会有影响 文昌里长表示 里内的淹水问题已经持续多年 虽然之前有增设分流系统 但是成效不佳 还是容易淹水 他希望政府帮忙想办法改善 还给里民一个良好的空间 其实这一块有跟水利局的官员有来找过 我讨论过 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眼里看看 既然已经分红了 有做分流了 但是效果也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那边可以来做个研究看看这样子 要是可以的话 就尽量把那个淹水的几率降低 对这样子对百姓会比较好一点 讯息来临 民众都不希望淹水 如何保持疫苗施打进度 也防止各地淹水 是给政府的一道考验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导